这是一部男人力探的战争片 超十万网友打出了7.8的高分 认为这是他们心目中排名第一的海战片 二战时期 德军U型潜艇的狼群战术 曾一度让盟军闻风丧胆 他们像狼群一样 潜伏在北大西洋的黑坑附近 等待着猎物的到来 而这边四艘盟军驱逐舰 正在护航37艘货船跨越黑坑 领头的是美军的驱逐舰挥猎群号 舰长汤姆第一次横渡大西洋 他深知德军U型潜艇的厉害 极端的天气也让他十分的谨慎 在驶入黑坑的第三天 盟军的战斗机因为续航不足 必须返回基地 驱逐舰也就失去了空中火力量 偏偏在这个时候 两艘英国驱逐舰不愿听从指挥 脱离了大队伍要去猎杀潜艇 这也就导致37艘货船后方失去了保护 更糟糕的是 雷达探测到货船的后方 出现了德军的潜艇 舰长紧急下令进入战斗状态 士兵迅速回到自己岗位 开始装填弹药 随时准备投下深水炸弹 就在大家神经紧绷的时候 德军潜艇却突然从雷达上消失了 舰长判断潜艇肯定已经下潜 根据潜艇下潜的位置 舰长命令手下画出大概范围 然后制定拦截航向 开启声纳开始探测 准备好投放深水炸弹 很快德军的潜艇就再次出现 正在向左边航行 但舰长却下令向右边驶去 士兵们都不解地看着他 好在和舰长判断的一样 德军潜艇再次出现在声纳探测器上 距离驱逐舰只有300米了 随着舰长一声令响 士兵开始投放深水炸弹 爆炸之后舰长拿起望远镜 海面上却没有油渍和残海 舰长以为没有击中德军潜艇 于是赶紧向其他船只发出预警 命令所有驱逐舰收紧护航阵型 但话还没说完 就被外面士兵的欢呼声打断 舰长连忙出去查看情况 透过望远镜发现 在刚刚深水炸弹爆炸的区域 出现了大片的油渍和残海 证明刚刚他们击毁了一艘德军U型潜艇 所有士兵都开始欢呼庆祝 但舰长却一脸愁容 因为他知道德军潜艇的狼群战术 这附近绝对不止一艘潜艇 这场战斗只是刚刚开始